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越南高评审人民委员会 10月15号联合举行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 正式运营启动仪式 合作区此前于2023年9月15号开始试运营 截至2024年10月10号 合作区共接待中越跨境旅游团1232个 游客17991人次 15号当天就有中越双方导游带着游客排队等待 一日游两国 今天的行程我们是一日两国游的 我们是跨境游 我们今天心情很激动啊 还没体验 我是越南导游 今天我带代表团过来 有20个人 加上我是21个人 办那个证很容易的 我们如果谁没有办到证可以用户上过来 很方便的 现在很看好旅游两方有全景的 我觉得旅游越来越好 我们两国一起发展 一起发展旅游的 经济也发展 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是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 合作区由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高评省共同建设和实施 以归春河为界 一侧是广西重佐市大新县境内的德天瀑布 另一侧是越南的板约瀑布 合作区位于中越边境百里山水画廊之上 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和自然山水风光相得宜张 合作区投入正式运营后 跨境人数从每方每天限量500人提升至1000人 并根据单日跨境游客数量进行动态调整 每个旅游团在对方一侧游览时间有5个小时延长至6个小时 在东关方面 我们也将实现 其以来祭拜 祭拜及拿证 并简化 游客 携带相机 携带相机等商业设备的申报程序 提高跨境旅游的便利化程度 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同时我们将通过不断地优化管理和服务 让游客更好的一日游两国 海关部门为加速合作区发展 积极推进相关配套管理方法落地实施 依托先进的智能测温 智能查验等智慧监控系统 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干预 全面提升中越双方游客的五感通关体验 编检部门在合作区市运营期间 陆续推行免财指纹 免填入境登记卡 免盖宴器章和线上预审联审等一系列便利措施 提高旅客通关效率 我们将持续巩固边检加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强与驻地公安 海关出入境等部门及当面越南边防部门 沟通协作紧密高效联动 合力确保合作区通关安全顺畅 面对合作区迎来的客流量高峰 我们将尽力充实到一线 开足查验通道优化通关流程 助力跨境游跑出平安加速度 合作区投入正式运营后 越南一侧在往来通道查验点 百岳酒店 百岳瀑布景区 风味餐馆等景点的基础上 增加了西贡酒店 竹林佛寺两个景点 合作区的正式运营 使得中越双方游客旅游 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 中越双方游客能够更轻松地 实现一日游两国 领略双方边境地区独特的 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在合作区的正式和运营各种团 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 带动周边的群众 在家门口创办农家乐 民宿 酒店 旅游服务公司 和土特厂加工厂也等 有的民众也是在景区内来务工 合作区的群工运营 让边民成功在家门口来就业 享受旅游的红利 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像越南的咖啡榴莲等特色产品 和小工艺 能够更便捷地进入到 我们中国的市场 我们中国的冰箱 电视等家电 还有电饭包 吹风机等小家电 都很受越南游客的青睐 旅游消费的活力也是很足 出国这小店的国家电 电视频 备材 普通讯下 自信 阅 务放 监 移